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国对半场取得5-0的领先 下半场第47分钟 高准一闪击没开二度 最终中国对6-0大胜东币问 取得开门红 第4分钟 杨军胜将脚球主罚到后点 张玉宁抢到第一点头球破门 中国U23男足闪电取得领先 逸简令 第8分钟 为时豪的远射直接打飞 第13分钟 东币问快速反击 在左路的船中球被陈威出境没收 第17分钟 张玉宁横船门前 大柳一名错失空门机会 第19分钟 为时豪底线附近船中 张园门前凌空抽射得手 中国对江碧分扩大为2-0 第24分钟 杨军胜主罚进去右侧了任意球 小角度的情况下选择直接射门 结果将球打飞 第27分钟 中国队的左路船中送到后点 张玉宁投球百度 高准一门前投球破门 中国队取得3-0的领先 第29分钟 刘一鸣尝试立一家远舍 虽然是大历程 带为能命中目标 第33分钟 邓寒文要露船中 为时豪门前投球轰门得手 东帝问 门将孤就不及 中国对江碧分改写位4-0 第36分钟 杨军胜30米开外的远舍 帮助中国队将比分改写位5-0 第37分钟 和朝进去前沿 也尝试立一脚射门 但被东帝问门将没收 第40分钟 杨军胜进去前沿 的远舍 也被东帝问门将将球拿下 第41分钟 张玉宁获得单刀机会 但东帝问门将抢先出击 张玉宁未能获得射门机会 第45分钟 张玉宁进去前沿的报社 被东帝问门将没收 第47分钟 为时豪左路船中送到后点 中国队三名球员包抄的位 高志一侧身电设得手 没开二度 将比分改写位6-0 第54分钟 陈冰冰又露船中 但张玉宁在门前无人看防的情况下 近距离投球攻门居然顶平 第56分钟 当汉文拿球杀入禁区 一脚报社被东帝问门将没收 第60分钟 中国队获得禁区前沿的任意球机会 快开后可超远射 虽然东帝问门将扑着脱手 不过第二反应极快 即是将球拿下 为让中国队补射 第71分钟 干马进区内的低射 被中国队门将成为没收 第72分钟 张玉宁进区内放开防守 可惜最后的射门角度太正被没收 第79分钟 中国队送出长船 陈兵兵利用速度杀到禁区 但最后的射门被对手门将没收 第84分钟 利用任意球制造的混乱 冯博元进区内的射门却打飞 第90分钟 陈兵兵进区内的抽射打飞 最终 中国队6比0大胜 比赛信息进球第4分钟9 五高准议中国 换人第32分钟9加西亚换12方 侧甲东地问第46分钟18曹涌进换15张元 中国第63分钟2 李海龙换五高准议中国第74分钟16冯博元换9张玉宁 中国中国队首发阵容 一陈威 二十邓汉文 五高准议 十九刘一鸣 四刘洋 六 姚军胜 八可超 十五张元 九 张玉宁 十一 陈兵丁 七位是豪东地问首发阵容 二十佩雷拉 三 希尔瓦 五 维克多 十三费南德斯 十四维加斯 六雷斯 十二方侧甲 十八克斯塔 十九伊玛 十玛丁斯 十一 阿尔贝托